台湾大学常年致力于花卉之教学研究 成功选与了许多新品种 有台湾郁金香美玉之一叶蓝 是台湾原生种蓝花 于1920至1975年期间 曾六度于英国皇家园艺学会得奖 深受日本、欧美等西方国家喜爱 由于自然繁殖率低 加上长期乱彩、数量锐减 一度濒临绝种 经过30年的努力 台湾大学成功在山地实验农场 梅峰本场 选育出20多个一叶蓝品系 为一叶蓝写下新非夜 在台大园艺系教授兼山地实验农场厂长 叶德明指导下 民国97年起 获农委会颁发 梅雪、风心、梅月与风曼等植物品种权 梅雪小巧秀气、洁白如雪 梅月、明黄色、晕染之唇瓣上 带着有浅褐色斑点 犹如皎洁明月 粉色的风心则花色抢眼 花形开展如新 丰满的唇瓣无斑 却有渲染的双色晕 为一叶蓝少见的性状 一叶蓝在梅峰的自然花旗 集中在四月 单朵花寿命两周至一个月 目前可利用调节花旗技术 使观花旗延长达半年 诗人布莱克曾云 一花一天堂 从一朵平凡的花朵 可以发现美妙的天堂 为让大众进一步了解 花草世界的美丽力量 甚至从认识到喜爱 让绿活传爱 我们将不断持续努力 在学术研究 及技术研发的道路上并进 代代新传 这份能展现 美丽生命力的文化 本集想不断持续努力